你好,如果聽到的都或者在這個check box上都可以比較反應我的 期間呢,我們現在都等多一兩分鐘 期間,一會兒我講解我的powerpoint的時候 你們有任何問題都很歡迎你們在這個check box上打下去 然後我在適當的時候就會回應一下大家的 是的,我們等多一分鐘左右吧 稍後時間我會大概45分鐘 是的,大概45分鐘的時間去和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program 振興大學生物系offer的兩個BSC program 還有也很重要的,我會用若干的時間去介紹我們振興大學生物系 這個大家庭究竟是怎樣的 我們有什麼同事啊,同工啊,我們的貢獻啊,我們的achievement等等 讓大家認識多些,當你準備去報讀我們的program的時候 也都知道,原來我們這個department大概是怎樣的 所以任何時也是這樣,隨時有問題會給我們 還有提一提呢,我們同時間 待會完結了這場之後,我們也有個live check 我們另一位program director,Dr.Anna Leung 他也會在那個check room那裡跟大家去互動 你們有提問可以在type1那裡或者跟他對講 是的,也是我們department的website 也都是re-ramp了,剛剛正好了新的website 大家可以在上面搜尋相關的資料 都有問題的可以經過email,往後就跟我們溝通 總之有什麼不清楚的就可以歡迎找我們去提問 好,我們這個時間都差不多了,很歡迎大家今天聽我們這個短講 今年這個information day也是因為疫情的情況 我們就用這個virtual網上的形式去跟大家說 是的,我就是今天的主角,Dr.Patrick Yu 上去大學生物系的講師 我身邊我也先介紹一下,Dr.Anna Leung Anna就是BAS program的program director 所以在這個短講中,我也會跟大家解答大家的問題 稍後的live track,Anna也會跟大家解答問題 好,事不宴遲,我們就馬上開始了 好,我們先看一看 好,第一個開場白了 也都是問一下大家,其實你們有沒有想過你的將來呢? 將來是一個開場白了 你的意思就是你們那個夢想的工作 有沒有哪個行業 你們是很想做的呢? 我想回以前,其實我讀書的時候 我很立志是想做老師的 亂打亂撞 也都一番苦幹之後 我現在都叫做一個老師 所以當時其實我也想過 好一段日子 都是朝著這個方向去準備我的所有的carry path 或者study 所以現在其實大家都是時候去想一下這個問題 這張signal就很快地給一些很簡單的想法 這幾位我們很快地選了出來 就是我們一些校友來的 跟我們都比較密切的連絡的校友 例如左手邊Professor Leo Poon 在疫情的期間這兩年來 大家都在電視上都會看到他 潘教授他現在就在香港大學那邊工作 他在COVID這個疫情上面 他都幫助做了很多sequencing的工作 去讓大家了解和認識到COVID的virus等等的情況 當年 本教授就是在我們的豪門畢業 另一位同事 你要看到另一位Alumna 就是Dr.Kathy Lui Kathy很厲害 她是Professor Ken Yong的高徒 近幾年她就在創科那邊做了很多成果 她創科創在哪裏呢? 其實她是做neuroscience的 老神經科學那邊 她也跟Professor Ken Yong 我們現在的同事 Professor Ken Yong 在一起研究 怎樣可以用一些新的方法去醫治 或者處理一些老神經科學 神經科學那邊的病變 尤其是柏金順症這些 所以你看到這裡有一張很漂亮的照片 Kathy也是拿了一個獎 結出青年女企業家長 因為她在這方面也有很多的貢獻 另一位朋友 我們很快也可以介紹一下 Samuel Samuel比較年輕很多很多 近這十年八年的季畢業生 那孫維斯 你看到那個Caption 也是看到孫維斯 那他就畢業了之後 其實他當時也在我們地域 我們的生物 我們的活動生物 裡面的Apile Biology Program 裡面的Environmental Science 這個Concentration 那Samuel之後 就在這個柱藝這方面發展 他在這方面就拿了很多獎 在這個行業裡面做得很好 他也不時回來和我們去分享他的經驗 告訴我們的學生 怎樣可以進入這個行頭 那我們的確也有很若干的畢業生 他們是在做這個樹藝這方面的工作 那簡單都是這些朋友 跟我們是很密切的 還有提供了很多支援給我們 所以我簡單的也在這裡介紹一下他們 要有我們的校友 有這麼出色的表現 當然他們有很多苦幹 也都用了很多時間去建立他們的工作 那當然也不可以說他們就是我們部門 很多專家教授、老師 就是過往的教導他們 那這張範圍給大家一個最更新的情況 就是在現在9月份 我們浸會大學生物系 就有24位全職的教師 是的 我們的專家、老師 是的 那你都會看到有很多新的面孔 如果過往的同學有留意過我們的網站 這樣 你會看到我們有很多新的面孔 而這些面孔是什麼呢? 都是外籍人士 是的 有Professor Samir 也有Dr.Niraka 有Dr.Yuchana 所以你會發現我為什麼會招聘這麼多的外籍老師 的教授呢? 其實最主要我們都是想把我們的研究項目 更加國際化 把我們的水準提升 亦都是同時間 把我們的教學的質素更加大大地改善 那好吧 我們就說說一些好的地方 開心事給大家聽 Visions are Achievement 的確我們部門就有一些很好的表現 是的 很多專家教授剛才介紹了 在這裡他們做了很多的工作 是的 令到部門的評分是大大提升了 你看到面前這張照片 就是2020年最更新的 UGC對香港所謂的院校的一個評核 一個Research Assessment的評核 是的 2020年的 這個評核每六年會做一次 所以同學如果有懷疑 或者有需要找回相關的資訊 你去到UGC網站也找到 這裡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什麼呢? 我們第一個圖表 你會看到 我們看一個圖表 你會看到 我們Top 3 In Overall 4 Star Research and Performance 就是告訴你 什麼事呢? 其實在全港這麼多的院校裡 我們在裡面 生物的這個範疇 的評分當中 其實浸會大學是排第三 第一 就是CUHK 第二 USD 第三 就是BU 和HKU 我們是同分的 所以你會看到 我們的成果 其實浸會大學生物系 在香港這裡 這麼多一間院校當中 其實這個評分是絕對不差的 我们的表现和研究成果绝对能够和其他大U作比较 这可能大家都不太太怀疑 但的确实在UGC做了一个审核之后 就发现我们的表现十分之良好 也是第三 而下面这个是Number One In World Leading 4-star Research Impact 是什么意思呢? 即是我们的研究项目中的贡献 这个影响是可以达到什么呢? 我们全部的成果都可以达到Number One 影响是100分 也正正代表着什么呢? 我们的研究的成果 研究和影响在国际化上的影响是很高 即是代表着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专家教授的研究 所以我们的贡献和贡献都是很高的分数 得到很高的评价 这件事有什么那么重要呢? 其实正正就是当同学进入这个读书的时候 你的老师将会是这些专家团队 所以我们有这么高的教授在这里的时候 你绝对不需要担心你们学习那方面有什么困难 会不会学到更新的东西呢? 好,很快就有两张章 这里有一张是今年的和去年的 大家一个简单的概括的概念 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两年 分别也有很多的老师和教授 是拿到这个研究研究 同时才可以做到这么好的成果 好像Professor Shah 夏教授 宋教授和Professor Song 他们都是做一些植物那方面的研究 是的,邮建文,Professor Chil 和Dr.Chil Chil 他们是做一些海洋那方面的研究 是的,所以大家有兴趣 可以对这方面有兴趣 翌日真的进入来的时候 可以跟这些专家教授去做一些工作 而前一年我们也有夏教授 有张教授和洪教授 他们三位也都是 你刚才介绍过他们是做Plan 张教授是做洞米的 所以你看到我们在植物这方面的 Molecular Research 分子方面的研究是很前瞻 也都做了很多的工作 拿到的分析也都是很多 而Professor 赵中英呢? 是的,他是做一个Sea Elegant 那方面的研究 他也是做一些Molecular方面 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 很多的 所以简单的两张照片 会给大家最更新的这两年 我们Department的情况是怎样的 我们Research的分析很足够 专家教授也有很多 很好的叫人的Research Output 除此之外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不同的教授 也有不同方位的公建 例如我们Department Head Professor Jonathan Wong 大家经常一件事 都会看到他的 通常什么时候会看到他呢? 厨余的处理 有机耕种的课题上面 和研究 你就会很多时候看到Professor Jonathan Wong 这几张照片 都是一些展报 我早前刚刚准备是很新的 你看是9月份的事情 近这个几月而已 你看到王教授他除了 做一些固体费物的研究 厨余之外 近年来你看到他都推过很多 用少一些胶 因为他都推动很多 和环保有关的课题 是的 有机农作 刚才我所说的 有机日 每年的有机日等等 也都是王教授会推动很多 有机农耕 水产等等 都是他每年不断地推动的 而也都同时 正正因为王教授这方面的推动 他也都在我们部署 开了一个新的设计 稍后我会跟大家去介绍一下 一个BAS设计 一个跟农业很有关系的 一个新的BSE设计 令到他们在一些很恶劣的环境下 都可以生长到 那可以将一些稻米生长得好 既然水又不够 环境又差都可以生长到 正正就是可以大大改善 那个粮食短缺的问题 所以张教授在这方面 是获得很多的奖项 好 刚才刚才也介绍过的 就是邱杰文教授 他自力是做一个深海的研究 是的 深海的研究 大家有印象的是 这个就是郭隆号 早几年的时候 郭隆号就潜入八千米深的海底 邱杰文教授就是 当中的其中一位的专家教授 可以潜下去了 那我们也都很骄傲 有一位同事可以做到 一个这么厉害的工作 而近年他也都 除了深海之外 浅水的 他的研究也都做了很多 例如本地这些海巫虫 也都是他发现了有新的品种 又或者有一些 最近一点的 我也都没有放在这里 例如刚刚见到的 报纸都报道过 有些苹果螺 一些不同品种的螺 在本地也都发现了 那是入侵性的 可能对不同的环境 有少少的影响 所以对海洋那方面 海洋深境方面 有兴趣的同学 也可以考虑一下 跟邱教授做一些研究和学习 是的 医药方面 刚才说过的 柏金逊症那边之外 麦教授 这位就是麦教授 他联同 化学系那边的黄教授 和龙博士 Dr.Long 一起研究一些新的 第三代的标靶药 是的 他治疗什么呢 鼻烟癌 大家都知道鼻烟癌 都是很常见的 在香港 大部分都是中年的男士 尤其是会患病 而标靶药 正正是一个很好的方案 去处理这个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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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 教授 他们的团队 现在正在开发 新的第三代的标靶药 也很快可以用在临床方面的测试 是的 教授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做很多 老神经科学的研究 他对柏金信症的研究做了很多 他也都联同 科学学部 和刚才我所说的 他的徒弟 比较学生 Jeffrey Lui 在这方面 做了很多贡献 希望可以用一些新的方法 去治疗到柏金信症 或者舒缓到相关的问题 这些技术 也都现在很快 已经去到临床测试的阶段 好 所以 几张照片给大家看到 中央大学生物系的专家团队 在研究方面 的确确做了很多贡献 也是很有用的 正是因为这样 我们的评分是得到很高 所以同学来到这里 不担心去学习 学到一些很outday的东西 放心 一定是学到一些很前瞻性的课题 和知识的 同学绝对有机会 可以跟这些这么顶尖的专家教授去学习 是了 好 我们又補过完一部分 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央大学生物系 这一轮就做得很好 是吧 好 教授是科学生物支援和农业科学的 俗教授 这是一个询的课程 非常新的 是19年 才冠 detailed 目的 这些学生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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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period 就是代表了 未曰性歌 活车后就毕业了 这个课程其实是什么之 shortage 是一個全新的 一個專業和多媒的 multi-discipline的一個課題 一個program來的 同學其實除了要學習 要學懂農業方面的知識和技能 也要學習生物資源方面的管理和使用 從而達到可持續發展的概念 所以幾樣東西大家同學都要駕馭 為什麼會有這個BS Program呢? 剛才我所說的就是我們的Department Head的黃教授 因為他也做了很多這方面的研究 在廚餘等等各方面 土地使用方面也有參與 正正香港政府有一個新的農業政策 和土地使用的方案也都在過往不斷調整 正正這樣我們就得到一個支援 就可以開到這個新的BAS Program 那學生在這四年裏面 當然我們整個理學院的系統都是一樣的 第一年是一年來的 第二、三、四年你就會選擇你的學科 你就會選擇你的心理學科 那麼BAS呢? 你看到我們讀一些科目 都是跟農業方面有關 農間方面有關 例如你要知道泥土方面的知識 一些科學有關的資訊 如果不然你不能夠做到這個種植 那麼農業的管理 那些工程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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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高班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有一些管理的課程 這個結構呢 其實我們這個課程的結構呢 包括著呢 就是學生一定會學到一些基本的技能 他們知道如何在書裡 如何去種植 是的,如何去種植 但是同時間呢 他們也知道 他們也學了很多技能 如何去管理 如何管理這些農作的地方 一些綠色天台 或者一些農場等等的場所 所以呢 好像剛才今早那一場 或者是早前 一路都有 當我們推廣這個BAS 都有老師 都有同學 有家長 會問 那是不是讀完BAS出來呢 就去做農夫啊 很清楚答大家這個問題 絕對不是的 我們這個program 學生是有充足的經驗培訓 是的 他們真的懂得做農夫 是的 怎樣做一些fuel work 怎樣耕種 但是同時間 他們有很多其他的技能 就好像剛才我所說的 他們懂得做管理 那些綠色天台 有相關的 和農產業有關的business 他們怎樣去做呢 怎樣去管理呢 他們是會認識的 而再說就是一樣 你要看到就是 我們這個課程 有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就是有一個inspector的訓練 是的 inspector的訓練 就是什麼事呢 就是這裡 當學生呢 其中一課 在第四年的時候 他們必須要考了這個試 他們考完這個試 就是有一個專業的資格 可以做一個organic inspector 所以出到去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這方面做發展 或者工作 例如不喜歡在田野線工作的時候 你都可以做這些審批的工作 inspector的工作 這個認證是國際的 是聯絡的 是的 剛才我所說的 就是我們學生是有很充足的培訓 他有實戰的經驗 他們懂得做農夫 是的 你喜歡做農夫 耕作的你可以真的做農夫 為什麼呢 我們有很多的 basic firm training 在整個call上 他們必須要做到很多的實驗課 同時間也要有最少180個小時的internship experience 是的 180個小時的internship experience 是強制性的 是的 就是這個PAS的program 讀得這個program的學生 就一定要做這個科的 internship 是的 就在暑假的時候會做的了 那也是那句 我們要guarantee 是的 學生是有充足的培訓 是的 他們有足夠的實戰經驗 因為去到firm work 真的不是紙上談兵 我們會傳一些學生去不同的地方 去做一些實際的訓練 下面這張sert 不是sert 是的 下面這張照片是很新的 正正就是剛剛在這個暑假 其實疫情的時候 我們學生也都繼續去做這個internship 他們去完之後 就回來share一些照片給我們看 所以你看到他們都是在做一些不同的工作的 都是和agriculture有關的 這樣 所以這個科目十分之有趣 我會形容十分之有趣 亦都對和香港 接下來這一方面的發展是很有關係的 學生不需要擔心說 出到來是不是會找不到工作呢 其實就不是的 這個都是香港一個大方向的發展來的 是的 好 所以如果一陣子的時候 Q&A或者Live Track那裡 同學是繼續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可以到時追問我 好了 再說回 這個BS 就是我們這個新系統 如果和這方面有關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嘗試去報讀它 另一邊就是我們 比較傳統歷史 比較多的 30年歷史 Applied Biology 應用生物學位課程 裡面我們就有兩個專頁 我們說兩個專頁 Bio Technology 生物科技 以及Environmental Science 有兩個專頁 對了 生物科技很簡單 就是當同學對醫藥 基因那邊特別感興趣的時候 例如癌症 近來的病毒 疫苗那些 課題特別多的興趣 你可以選擇讀BioTech這個專頁 如果同學對環境方面特別有興趣的 例如生境方面 動物 廢物處理 管理等等 這方面你有興趣的 同學就應該選擇 Environmental Science這個專頁 好了 這個program Applied Biology 有兩個專頁 到時同學讀的時候 也需要去選擇 究竟讀哪一邊 但是在這個Applied Biology裡面 又或者其實剛才我所說的BAS 我們的結構就大致相同的 這個結構其實不只是 其實在Faculty of Science之下 我們有五個專頁 3CAM by Compute Maths 分別總共開了 就多於11個program 而這11個program 他們的結構大致上都是這樣的 學生必須要完成 是的 30多個unit就是什麼呢 經濟教育 以及一般年一的訓練 餘下就有40多個unit 大概45到48個unit 就讀你的major 所以如果你說讀Applied Biology 那裡面就有45到48個unit 在讀我們的新聞系的主科 只剩下30多個unit 是做什麼事呢 就是一些Free Elective 就讓學生去選擇任何他有興趣的科目 學生說 我很喜歡音樂的 很喜歡金融的 Econ PE 沒問題 學生就可以拿著這32個unit 去報讀他們的課目 我們希望學生有一個自主權 有機會學一些他們覺得有用和有興趣的東西 而策略上 學生也可以利用這32個program 去重點地擺放在某些範疇上 而到最後他們可以miner一個program 例如現在你會major in epidemiology 但是到時miner是什麼呢 miner in finance econ account music 無所謂 只要這些科目拼組得好 適合這項AR的要求 你就已經可以做得到 這個做法跟BAX那邊一模一樣 我們所有program都是這樣的結構 好 你會問 如果我真的讀Applied Biology 到時又讀什麼科目 這個表簡單給大家一個overview 第二年第三年和第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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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都在Bowtech的concentration 和environmental science的concentration上 你會讀的科目是有什麼不同的 簡單來說 第二年其實有很多科目 兩邊都是cost up的 兩邊都要讀的 例如麥拜 Sell拜 和Bowcam 我們認為這些都是很基礎的科目 所以無論你究竟對生物科技有關 有興趣還是環境科目有興趣 所以這些基礎的知識 你都一定要有 所以我們決定兩個concentration 的學生都要讀的 對了 但是兩個科目 兩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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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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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個摩亞文色 一些體驗 兩個科目 lists 資源上的使用和管理 廢物處理 薪水療等的課題 不得不提的一件事就是 你看看就看好像我這個表是切開了 上面有上面的BioTech就有BioTech讀 Environmental Science就有那幫學生自己讀 但是其實剛才我所說的 你有30多個Unit的Free Elective 那是什麼意思呢? 學生如果你是想對另外一個Field 這邊 concentration 那些科目你都有興趣的 那你就可以利用這個Free Elective的Quota 去讀回相關的科目 所以我所說的其實兩邊是有很大的Course Talk的 我們也有若干的同學 他真的對BioTech很有興趣 他就先報了BioTech這邊 然後他用那些Free Elective的Quota 就盡量讀回環境科目 Vice Versa 或者ES的學生讀回環境科目 利用這個Free Elective的Quota 其實沒所謂 記住那個Free Elective的概念是什麼呢? 學生自己安排而已 最重要是你上課的時間 不要碰到其實你讀什麼呢? 學校部門都不會去管理的 所以這裡大家會看到 我們課程上面的結構是這樣的 在近來我們近幾年 我們每一個科目的內容是不斷地更新的 但是同時我們也想在這個計劃中 有一些更新的資訊可以教到給大家 所以我們要開一些新的科目 舊的科目不斷地更新的 也同時之間加入一些新的科目 例如是海洋生物的 海洋生物就是一些新的科目 正正因為剛才我所說的 邱建文教授、Dr.Gil Shields 他們近幾年在海洋那邊的研究 做了很多的苦工 都想借助開一些新的科目 可以將這些新的資訊 可以教導給學生 Neuro Science Neuro Biology 就像剛才我所說的Professor Ken Yung 他也做了這方面工作很久 所以在早前已經開了這些科目 給學生作為他們的Major Elective Gil Shields 專門科目 這些也是我們開的新的科目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到其實我們常規的 大家都很認識的 有一些Gil Shields 的科目 這些是很傳統的科目 但是裡面說的是比較傳統一點的概念 以及一些理論 再新一些、再更新一些的技術和資訊 我們都必須在一些新的科目裏面 去教授才行 所以我們就嘗試做一些 Genomic Biology 接下來可能開一些 Bio Informatics 這樣的科目 所以我們每一年都有一些 不同的更新 希望就務求令學生 學到一些最新的資料 接下來這幾張短片 就有一些新的 真是很開心的資訊 真的要告訴大家 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在過去這一年 在裡面 我們的同工都很辛苦 做了一件事叫什麼呢? 就是Accreditation 將我們應用生物 我們的Apple Biology 裡面的Environmental Science 這個 concentration 做了一個Accreditation 是被誰去供應的? 去認證呢? Accreditation 就是我們被認證的 就是香港環專會 這個縮方叫做HKIQEP環專會 說得好像很興奮 多瑜說得很興奮 好像很厲害 其實是一件什麼事? 其實香港環專會是一個公信的組織 處理就是什麼呢? 就是去批一些 或者將會審批一些專業人士 我們叫做Environmental Professional 你接下來呢 你要作為它的Member 或者作為一個Environmental Professional 你必須要考上它這麼多的Paper 就好像我們旁邊的Accountant 當然我不太認識 但以我的知識就知道 你要考很多的專業的Paper 才會做到它們的一些專業的Level 是不是? 接下來香港在環境這方面 很多的職業和工作 也都會行這個策略 所以HKIQEP這個會 相信大家 如果將來要做環保這方面 環境工作有關的 就必須要考慮一下 要成為他們的會員 成為會員要考試 以及要interview 他們這裡總共有九份Paper 而如果同學是真的在 政府大學是Environmental Science 這裡畢業的 你看到這裡有五張Paper 就不需要考慮 就已經判斷了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 accreditation 你只需要考慮一下 那四份Paper 就已經可以了 再說就是 同時間你考完這個Paper 之後你都需要做一個interview 如果你在我們的程式下 去畢業的 你只需要五年工作經驗 你就可以去interview了 但是如果你在街外 任何其他program 或者沒有認證的program 一個自由身的 你最少要十年的工作經驗 才可以去參加這個面試 這個interview 才可以再審批 究竟你是否可以做到 這個professional member 這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必須要跟大家說 首先 第一個point就是 我們浸會大學生物系 在這個moment 在這個月下 直至這個月下 我們都是唯一 OK the only program in Hong Kong 我們都知道 這個concentration 是拿到五個地區的認證 所以你會被人快 快一籌 別人那些可能是四個地區 或者三個地區 但我們有五個地區 已經做得到了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好的地方 簡單說 如果拿得到 這個professional member 是好的 為什麼呢 你會看到這個powerpoint 其中也都highlight了 就是其實政府很多的部門 很多不同的局 都會跟著這個範疇去做 他們只會認受這一類的 有專業資格的人 去做一些公職的 例如office grade那些 就會是這樣的 什麼說 我不想做政府 我做私人公司行不行 最少 現在已經有45間 有好代表性的公司 也都已經跟隨了 他們會認受這個制度 所以大家同學 需要更多update的資料 你不妨可以去回HKIQEP 這個香港環專會那裡 去看它update的資訊 簡單說一件事 再補充一下 很沉 多一點說話很沉 就是我們提供一個短的 shortened path給你們 是的 去achieve這個professional environmental professional 你讀我們的program 你可以在很短時間之內 或者比別人更加短 就可以去到一個environmental professional 環境專業的人士 這個資格 對你們在這方面的事業發展 是絕對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是的 這個不妨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有需要多些資訊 去回我們的網站 或者HKIQEP那邊 再留意一下 另一個很重要的資訊 一定要跟大家說 就是這一年 我們很辛苦建立了回來的 就是我們和英國的 Euristic of Lincoln 我們簡稱的UOL 合辦了一個double degree program 這個program 就比較巧 也只是招呼 environmental science那邊的同學 去報讀的 是的 所以有一個什麼好處 當你報了這個program之後 你畢業的時候 就會有什麼事呢 是的 你就有兩張sert 一張sert 就是我們的應用生物學 HKPU給你的sert 另一張sert 同時間領給你的 就是BSC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大家可能有一點點記憶 剛才我說的 我們environmental science那邊 要讀Ecology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裡 也都所以 只是接受ES的學生 去讀這個double degree program 為什麼呢 因為Lincoln U那邊的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他們很強的 那麼我們這邊學生 ES的學生 絕對有足夠的背景 過去去繼續學習 是的 學到這個 所以畢業的時候 你是可以有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這一張sert 這個結構這裡 很簡單 跟大家介紹一下 頭三年 就在香港讀的 第一年 亦都跟我們 的安排 第一年 是common year one 你讀了基礎科 第二年 你選擇 應用生物學 裡面的environmental science 你讀了二、三年 讀一些 剛才我所說的 給大家看的表 那些科目 第四年 你就要去英國 去讀他們那邊的 那些科目 的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是的 在走之前 你就要留在那邊 做一個oversea的Future 那就可以回來了 有兩張sert 給你了 整件事的好處 你都會看到 有什麼事呢 其實在四年裡面 去complete 整個study 我們平時一個battle 都是讀四年的 但是這個WDQ 我們都沒有加長的時間 都是我們會 鬥到現在安排到 就是四年裡面 做了兩邊 符合了兩個battle 的要求 那學生真的 可以省很多時間 學費也沒有額外增加 一樣都是 那四年香港的學費 所以這個絕對是 一個很吸引的地方 不過無奈一點 只不過都要補充 就是environmental science 的學生才可以參加 那這裡 這張slight 是一個補充資料 就是Lincoln U其實是一間什麼U呢 當然都是UK那邊的 其中一個 一間很前瞻的學校 TOP20的 那細節 大家可以在網站自己搜尋一下 所以這個資訊 我也很希望今天 第一次 在今年的information day 馬上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去年我們都沒有準備好 所以說不到 今年是第一次 在公開場合裡面跟大家說 那剛才我所說的 Benefit就是 我們原本的四年時間裡面 可以獲得兩個Degree 學生有一個 國際性一點的 的培訓 Global Training 以及 可以獲得一些 Field Training 的經驗 因為你會知道 其實我們香港的地方 是少 我們是資源很多的 香港 但是畢竟如果你說 要做一些Field Training 在外國地方 大很多的 那你學的東西 是會更加充分 充足很多 那無求 其實學生 我們都希望我們學生 學到不同文化的經驗 intercultural experience 以及回到來 在職場上 更加有競爭力 那個competitive 就是更加competitive 好 我們也介紹了兩個program 希望大家都有一點點的背景 那很快 我們講講教育 那個情況 再講一點 那如剛才我所說的 其實我們近幾年 就不斷再招聘一些 海外的專家教授 例如有尼泊爾的 有印度的 韓國 還有非洲的 希望將我們的研究 水準更加提升 還有將我們的教學質素 也都希望再提升多些 你記住 這些專家教授 不只是回來做研究 你在課堂上面 是跟著他們去學習的 所以你不會擔心 那麼我們的水準 是否比別人差 我這樣跟你說 我們的水準 不會比其他 我們教授和學習的環境 當然我們一般 以往有不同的課題 我們的環境 不斷地更新 還有剛才我所說的 可以加一些新的科目 這樣 我們很多實驗課 安排了 每個科目 也都有它相關的實驗課 他們可以更加明白 對課堂上面的資訊 更加清楚了解和明白 那些資訊 當然有很多 簡單的圖 一些漂亮的照片給大家分享 Greenhouse 做種植那邊 水 Aquarium 做魚那邊的同事 會經常用到 Teaching Lab 以及一些 instrument room 一定會有基礎配置 是的 而同時間 在近這幾年 近這四年來 我們有很多同事 包括我本人 都嘗試用一些新的概念去教書 其中一件事 也是一個大方向 就是service learning 是的 一個服務性學習 其實它就跟我們 本身的group project 或者presentation 都有點像 但是就有不同年式的call over 例如簡單說是什麼 其實我們學生在上課 學完很多課堂上面的知識之後 他們要做一些presentation 或者一些tools 去present出去 present給誰聽呢 當然不是present給我聽 而是給 例如中學生 或者社會不同層次的人 有些科目 可能去老人院等等的情況 是的 這件事有什麼好處呢 學生有機會消化 他們上課的東西 而去教授 用他們的把口 用他們的技能 去教授出去 在學習來說 整個presentation 是更加完善的 是的 而不是單單說 我剛才很強調 不是單單我們上課 只是坐在一個theater 就是在前面 寫在白板 講一下powerpoint 已經不是那麼單純的 單向的一個上課 我們務求都是 學生多一點互動 除了在課堂上 同學同學之間 老師同學之間 他們也要跟社區 多一點交流和互動 讓他們知道 原來學到的東西 是這樣用的 還有知道自己的定位 在哪裏 也有不同的guest lecture 請一些嘉賓 來講一些和課題相關的事情 令他們對學科更加感興趣 也不時 好像這個 學生已經畢業了 剛剛master不馬月天 就是去電台分享 他們做完這些練習之後 整件事的體會 所以是十分之好玩 就已經再不是以前 只是坐在課室裡 只是聽書講書 Site visit 這些是一定會有的活動 學生在一個現場環境裏 也都明白到 原來那些理論是怎樣應用的 怎樣才能實踐到 這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而Final Year Project 也有不時的 Information Day同學 都會問一件事 畢業論文 我們有不同的配置 會做實驗也好 或者做文章的複雜 有不同形式的 最好的就是什麼 剛才我都介紹了很多的專家 海外專家 同學絕對可以選擇 不同的老師 跟不同的老師 做不同的課題 可以令他們學習更加有興趣 以及更加專業一些 更加專業一些 這裡只不過是一些題目 一些範圍 簡單列出來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 包羅萬有 同學就根據他們自己的興趣 去選擇 相關的老師 去做一個學習 好 這就是我們的課程鋪排那方面 也是 如果剛才聽不及 或者更加想知道多些 記得去我們的網站那裡 看看 好 再來這一部分 就是同學們很多時候 都會問的 就是一些交易 接觸的情況 在疫情之前 我們也搞了一些 夏天研究章 好像這張照片很漂亮 就是我們去台灣 帶同學去台灣 去看一個廢物的處理 大家都知道台灣 在那個廢物處理 和回收方面 數得十分之好 我們都專門組團 去那邊去拜訪去學習 有那邊的大學 同工幫忙協調 地方政府的幫忙帶隊 和協調 去看不同區分 那些分類 如何收集 他們的焚發爐 如何運作 他們的焚發爐 十分之高技術 很高級的 很高級的 不會怕有任何環境污染 那方面 亦都落區 我們和學生一起落區 看看別人怎樣回收 你看到那些車 一來到的時候 播首歌 大家的居民 就很乖地拿著膠袋下來 進入廢物 十分之好 做得很好 那我們的同學 亦都是用這個實戰的經驗 就是這個study tour 都了解得很深入 何為一個好的廢物回收 和處理 這些正正就是香港 我們做了很多年 都做不到的 那你想想 如果在課程上 你學到的 你都體會到的 如果當你第二天 你真的做到相關工作的時候 你會更加透視了解 希望你就可以應用到這些相關的概念 又或者這樣說 在日常生活當中 都不知不覺 你都可以應用相關的概念 當然大家不一定會做相關的工作 在日常生活 我和你每一天都會放不愛的 有一些廢物會放掉 我們本身裡面怎樣處理呢 怎樣才開始處理它呢 那我們都可以在這裡教授到學生 那就是了 這張專頁 這張專頁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很新的 就是剛剛這個暑假 我們兩個計劃 BAS計劃和 Apple Biology計劃的學生 也都分別做了 去做夏季教授的 剛剛這個暑假 疫情都比較舒緩了 所以學生都可以做得到 他們相關的教授 這張專頁 這個BAS計劃的課程 它是Compulsory 學生一定要做的 要計學分 可以看到一些照片 跟大家分享 有本地和海外 這些是早年少少的 學生可以去一些 NGO的組織裏面做一下 或者去政府的部門做一下 一些Bowtech的公司等等 去探索一下 我們在Department層面 在Faculty的層面 又或者在University的層面 其實都提供很多不同的program 給大同學去選擇的 就例如這些海外的exchange 我們都不時都有 是吧 這樣也是時常都會有的 這些excursion 早幾年我們會帶同學去看很多的 和ecology 和動物有關的 接下來等疫情一舒緩了的時候 這一部分我們會很快就會去resume 希望同學就有多些機會去explore一下 這裡就是剛才說的一些照片 同學在本地、海外做一些interns 或者交流的時候 一些happy share 是的 同學會參加比賽 這些很dependent on同學自己的興趣 好 再來就是一個scholarship 那部分的information 也是information day 同學都會問 在這個時刻 我們在兩個program 都有相關的scholarship support 但是記住我們會有很多update 可能下個星期已經有新的東西加在這裡 所以這一部分 還會更新更多些 你會說這麼少的? 其實不是的 因為我們有很多準備了 所以我還會說 我還沒列出出來的 所以scholarship 相信就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也同時也補充一下 你會說 阿Sir,為什麼銀碼這麼少的? 連學費都交給 其實大家要記住 獎學金 這些其實是一個概念 是去appreciate 去認同你的表現 去掌握你的表現 學習得很好 學習認真 考試得很好 這樣的情況 不是說真的要給很大的錢 去做什麼事情 那個概念不是這樣 是想鼓勵性為主 除了department 裏面 faculty 或者我們的宿舍 在學校層面 也有不同的scholarship 可以給大家報的 如果你JuPAS 是高分的話 其實faculty 也會給大家一個scholarship 當然那個銀碼一定會大個department 除此之外 你會看到這張風格 很開心 我們有很多學生 表現得很好 他們不只是拿 我們學校裏面的scholarship 他們是拿香港 或者海外的scholarship 你看到Alex Thomas 這些就拿了一些 很好的scholarship 很大的scholarship 是吧 他們這些是 真的很大的scholarship 是受到大家的認同 還有他們可以拿著這筆錢 去海外去讀書 Thomas剛剛回來香港 完成了他的學習 又回來 你看回我們今天 virtual booth 也會看到他有一段影片 是他的 他跟大家分享 他的經歷 Alex 可能還在苦幹 我還沒找到他拍片 但是你會看到 我們有很多同學生 都出了很多很聰明 他們很有心機在這方面 他們可以在香港 自己獨當一面都有 不需要只靠我們 department faculty 給他一個支持 旁邊也有一個很好的 appreciation 好 再來就是career career就是我簡單的 都是列出一些範疇 一些不同範圍 是的 其實我們的畢業生 出到社會之後 其實不同的範圍都可以做到工作 記住我們都是一個 大學的學位 不是一個專業的 醫生 律師 不是那種 所以你看到 不同的範疇都可以做到 是的 老師 政府部門 不同的政府部門 也是他們的時常 都會去工作的地方 所以我只是簡單 列出一些範圍 出來給大家 最後一部分 就是committed service 正如剛才我所說 政會大學的生物系 都教學 research 都做得很好 對社會上的貢獻 也有若干的 例如剛才黃教授 在推動很多香港的政策等等 上面都做了很多工作 是不是 中山山教授 近來我們見到很多電子煙的課題 下的監管 中山山教授也做了很多苦工 在委員會裡面做了很多工作 是的 在疫情去年的時候 我們都為了提供一些關愛 就安排一些活動 一些次六孫的分法 幫助一些弱勢社群 這樣 剛才講的黃教授 推動香港的有機食品 和奸作等等 又有例如什麼呢 這個很有趣的 叫做S Gallery 是對外開放的 Open to Public 在政會大學生校那邊的 同學 家長朋友 如果你有興趣的 就可以去這裡報名 想到其實看什麼呢 這個展館就有氣體 有4D的 有4D的表演 還有有不同的遊戲 和遊戲 和介紹短講 目求是想什麼呢 想給大家一個概念 有關可持續發展的概念 如何才能做到呢 這個概念 如果不做的時候 就會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展館是全層的 整個12樓都是 所以很大 有時間的時候 大家不妨去參觀一下 所以時間都這麼長了 真的用了四五分鐘 再補充多一次 就是我們那個網站 剛剛翻譯了 剛剛做了一個新的東西出來 有任何不明白 清楚 想知道多些的 因為我五十分鐘 四五分鐘的PowerPoint 不能夠說太多東西 你進去這個網站 找我們的網站 就可以找得更多資料 或者有問題問的時候 也可以去到這個網站上 去聯絡我們 我們會回覆你的電郵 好 所以我就在這裡講到這麼多 現在餘下的五分鐘時間 同學如果有提問的 也可以馬上在那個checkbox那裡 去打出你的問題 多謝大家 是的 這場我們有24位朋友 看一下大家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想知道 這樣 完結了這場之後 Dr.Anne Leung 就在Lifecheck那裡 在那裡等待大家 所以如果往後之後 到今天四晴半完結之前 Information在完結之前 如果同學都有問題 就可以在那裡提問的 是的 再补充一下,我们是年1的修生,我们是年1,所有学生进入是教育学生的学生,然后年2才会继续你的大学,所以年1就是读一些基础科。 我们再看看同学有没有其他问题想问呢? 刚才前一个节目都有同学,还有前一个直播有朋友在问,究竟收新的分数还是怎样呢? 我看我们以往的数据,我们收纪的分数是20-24分左右,我们收纪的学生。 但是在年2,如何才能进入生物系呢? 首先要看什么呢? EF1那年,你读基础科学生的时候的成绩,我们都可以收纪的,我们在C++上就已经可以收纪的了,就会接收的。 还有,如果学生在DSE的时候,科学生已经很高分的,我们已经是可以收纪的了。 这些也是刚才今早有同学提问过的问题。 好,都多谢大家。 不要紧的,现在在这个情况,这个节目里面大家没有问题的,我们暂时可以先在这里离开。 再一次多谢大家。 我就在Live Chat那边等大家,好吗? OK,多谢大家。 Thank you,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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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